刚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感到好自卑哦 记得要移民来新加坡前 爸爸趁台湾放寒假的时候 带我来新加坡考试 当时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就是考过了 就可以来新加坡念书 连弟弟妹妹也可以一起来 第二就是考不过 继续留在台湾念国小 当然从小就对考试全力以赴的英者 努力的看着考题 我还记得当时看到考试卷上 整篇都是英文的时候 看的我都要吓哭了 连最基本的I don't know 我都无法写出来 考英文还要考数学的考试卷的时候 我真的是差点崩溃 一直到中文考试卷发下来以后 我才恢复了自信心 迅速的把考试卷写完 当时也是我第一次来新加坡 当时也没有想到考试决定了我的人生 不久后呢 我就发现我在台湾的班上 跟老师还有同学们呢 道别了 那在印象当中呢 欢送会是真的很欢乐的 有好多礼物 还有好多甜点 然后还有一个舍不得我离开台湾的同学呢 在窗口哭 之后呢 全家人就来到了新加坡 一个新环境找了新房子 Angel也开始上学 记得上学的第一天老师把我带进教室 还派了一个同学坐在我旁边帮我翻译 就因为吉任老师呢是马来人 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所以呢那位同学真的帮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忙 每天风雨无阻的帮我翻译 自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当时帮我每天每天的翻译 当天下了课呢我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我跟二年级的同学一起上课 但是那时候我小学已经四年级了耶 而且同学们的身高呢 都在我的肩膀以下 让我感到真的非常非常自卑 那回家后呢我就跟妈妈哭着说 为什么爸爸要送我们来新加坡 我想念台湾 我想念老师 我想念同学 我想念台湾的家 想念台湾的食物 当时妈妈只会回复一句 因为要让你们学英文 又不会忘记中文哦 当时呢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台湾不能学英文 一定要来新加坡 但是后来长大了以后呢 有一次回去台湾休息的时候 在捷运上听到一个外国人 与一个台湾人的对话 那个对话是这样的 外国人就说 Wow I love Taiwan I love the food here I love the people here I love everything here Here is really really impressive 于是那个台湾人就这样回答 Yeah Yo Yo What's up 接着呢那个外国人又继续说 How I wish I could stay here longer 结果呢那个台湾人还是回答 Yo Yo What's up Yo 当下我真的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 把我们送来新加坡念书 因为呢虽然台湾还是能学习英文 但是环境真的很重要 搞不好我在台湾学了英文 碰到外国人只能躲起来 因为不敢跟他们对话 所以呢拍这支影片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跟Angel的爸爸说谢谢你 谢谢你一个人在台湾努力赚钱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在新加坡能过好生活 谢谢你战胜忧郁症 还可以跟妈妈一起看这支影片 谢谢你对奶奶那么孝顺 奶奶是知道的 还有谢谢你选择追妈妈 才有今天的Angel 最后呢Angel要祝爸爸你 父亲节快乐 哦都要犯累了 那今天是8月8日呢 是特别的台湾的父亲节 所以呢Angel要在这里祝全台湾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呢 可以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因为呢虽然台湾还是能学习英文 英文 因为呢虽然台湾还是能学习英文 因为呢虽然台湾还是能学习英文 Yah yo yo what'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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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 yo yo what's up